大家好 时间过得好快呀 2024年1月31号了 礼拜三 现在是上午 9点32分 西班牙巴塞罗那时间啊 司徒雷登 走了 白皮书来了 郭文贵走了 王志安来了 是吧 我刚才突然有这种感触哈 这个原来郭文贵是吧 几年前从2017年爆料 是吧 就是大家伙啊 马上凝聚了一大批的支持者 有点像这个现在王志安这个状态是吧 然后呢没多久 这个郭文贵就开始 这个攻击这个海外这些民运 是吧 你们都是废物 你们都是伪类 你们都是这个中共的这个 渗透的是吧 盗国贼 盗国贼说的是中共 是吧 然后就说 海外民运都是被渗透的 然后他就开始跟李洪宽呀 什么赵炎呀 什么夏业良啊 有没有魏京生 王君涛啊 我就不记得了 反正跟很多人都开始 骂 骂架 互相的追逐 互相的诉讼 是吧 还有什么 对 还有还有好多 还有什么 黄河边吧 反正多了去了 我就不记得了 是吧 这郭文贵去年吧 应该是去年吧 进了监狱 是吧 然后基本上 算是 消停了 算是消停了 当然他的那支持者啊 小蚂蚁什么的 当然那个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受害者 钱拿不回来了 有个别的 比较顶层的大蚂蚁 是 等于就是 郭文贵的帮凶吧 就是跟着一块 黑了不少钱 骗钱诈骗 当然有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 我要这么说 他们肯定还不高兴呢 是吧 然后最近王志安啊 又开始啊 就是 来来 捣乱 来掀起了一个海外的 这个这个 巨大的分裂 是吧 今天早上我刚起 你看 就王王志安啊 他叫 没接没完 不依不饶 没完没了 撒泼打滚 碰瓷 是吧 叫什么呢 东北话叫不冷 你还跟我不冷 是吧 我记得 有一个视频 好多人都看过吧 那个视频就是一个 一个东北的 一个 一个地赖子 东北的地赖子 无赖 一个二溜子 喝多了之后 人家他敲门 自称自己是警察 是吧 然后进入了人家一对 中年夫妇的家里 那个视频很多人都看过 那个男的 他到人家之后 那男的就穿小裤衩 光着上身 光着板级呢 然后他说他是警察 完了那个 那个男的你怎么跑我家来 而且一进屋还扇了人一个嘴巴子 抽了一嘴巴 给那男的说是说是警察 后来那个那个男的说报警 然后他那胖媳妇 我叫刘盈啊 我叫刘盈啊 派出所吗 派出所 派出所 东北人有的叫派出所啊 我叫刘盈啊 那个 有人跑到我家里来 来来来那个打我老公来了 自称自己是警察 后来他老公 那男的挺绑啊 东北话叫绑 绑大妖元呀 给那小子给揍了 一揍完了之后这个 假发也脱落了 是吧 我看现在王直安就是一个假发脱落 其实是个大图瓢 是吧 他的伪装皇帝的新衣 是吧 他现在蹦的越高将来可能是吧 摔的越惨 这个有这么一个过程 是吧 但是他现在他自己也很爽 一看那么多人支持他 有那么多粉丝 是吧 他很高兴 不过呢 你说吧 他有挑事 最近有挑事 然后他现在要鼓动他的粉丝去 告那些官选团的人 那个说他们也不合法 你说我拿中国的猪肝红的护照 我这个 不应该到台湾做节目 因为我是观光签证 是吧 但是他们也不合法 是吧 这但是可是王直安你想没想过 你还要加入呢 对吧 如果你加入了你还会告这些人吗 是吧 也是因为你 没得逞 人家不带你玩 对吧人家不要你 对不对啊 这公子沈说过 说他都破口大骂 恼羞成怒 说难道我还不如法轮功吗 是吧 当然 这个 是吧 等于现在这个哥的这个扣 是吧 越结越深 是吧 他就彻底翻脸 是吧 所以 今天早晨一个小时之前 我一打开手机 你看 王直安又开始了 你看 就这个头像 这个头像昨天我做直播就这个头像 昨天我做直播我聊王直安 我说他要做一个海外中央电视台 第2凤凰卫视 就这个头像自称自己是王直安的不知道真的假的 也到我的节目留言了 说我没招你没惹你啊你你干嘛 是吧 后来又来了一个叫王直安的 都都叫王直安两个王直安啊 不知道真的假的 你看 王直安说了 说台湾的朋友 请给移民署打电话 举报信民协会邀请来的 海外自媒体官选团的全体成员 那有十六七个吗 他等于跟大家伙 就结仇了 他们全都违反了中华民国法律 在没有获得工作许可的情况下 在台湾上电视节目 并拿通告费 啊第1你不应该工作第2你不应该拿报酬拿钱 有人说这个行为是民不举官不揪 对我前两天就说嘛是吧 民不举官不揪 那我们现在就要各位帮我举一下 让他的粉丝举报这些人 看看移民署到底如何处理 考验台湾法治的时刻到了 我知道游锡坤院长和非法劳工团推杯换展 你看 他现在啊他现在 他刚才说这叫海外自媒体官选团 现在又说 给人家扣一帽叫非法劳工团 啊推杯换展游锡坤是在那个 立法院里边有个餐厅啊 摆了两桌是几桌是吧 啊 然后总统府的林家龙 和非法劳工团 谈笑风生 总统府秘书长林家龙 但违法就是违法 同样是违法啊 他的意思 你们处理我不让我五年入境台湾 是吧 为什么对他们没有任何限制 人家之前的解释 是说他们拿的是美国加拿大 韩国澳大利亚的护照 跟中国护照的人的待遇不一样啊 当然具体的我我也没有在 仔细在研读这些东西啊 同样是违法 是吧 就看台湾的移民署能否秉公执罚 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处罚了 然后有移民署电话 地址 有邮编100213 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5号 电话02 2388 9393 柜台受理服务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晨8点到下午17点 考验台湾从一个电话开始 谢谢各位了 这有一张合影 这合影基本这些人我也都认识都知道啊 你看第一排 最左边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夏明 然后是文昭 然后 信民协会的黄青龙董事长 是吧 然后中间是这个总统府秘书长林家龙 林家龙右边是这个香港的袁公仪老爷子 然后是吴建民 然后是方伟 第二排 最左边 那老哥好像是北京人也是法轮功的 好像是 叫金燃吧 什么金手指吧 是吧 然后是方飞 然后是谁呀 是叫新田吗 我不确定啊 中间的女的不知道是谁 然后陈维宇 然后是谁 不知道了 最边上唐靖远 然后这边 最左边那小伙子胖乎乎的可能是台湾的一个自媒体 或者是谁我不确定 然后这个旁边是第2个是那个 文瑞 韩国的 然后是加拿大的公子沈 中间的大胖子谁不知道 然后这个是大宇 在美国的 然后是李一平 李一平还也在加拿大 好像在温哥华 李一平跟老灯认识 他们俩关系可能不错 跟老灯认识 然后就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奶爸 是吧 有几个我不认识 这几个女的我不太熟 这几个女的就是陈维宇和那个方飞 我知道是谁 中间的大胖的是谁最后一排 不知道是谁 这个最边上这个最后一排 也好像是台湾本地的 是吧 这还有一个照片 也是他接下来的截图 是吧 在那个立法院餐厅 你看有公子沈呀 黄青龙啊 游熙坤呀 这是谁呀 旁边是游熙坤的秘书长 立法院的秘书长 游熙坤的幕僚长 啊 是吧 你看他这个没完没了了 没接没完了 是吧 碰瓷将碰瓷进行到底 郭文贵走了 郭大总统走了 喜国大总统 新中国联邦 新中华 新中国联邦的是吧 这谁又来了 又来一个碰瓷的 这有人发说江西吴志明 有情妇136人 吴志明是谁呀 不是说江泽民的外甥不叫吴志明吗 原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江西吴志明 这两天五月散人和这个徐晓东两个人也干起来了 徐晓东是力挺王志安 是吧 五月散人基本上没说话 但是我看 徐晓东昨天发了一个帖子 就是 他是援引的啊 他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是援引的他的一个粉丝给他的留言 那个粉丝的意思就是说 说这个谁 啊 说五月散人是后台 说这孙子不是阴 说表面上不说话 但是说五月散人是一个小帮派 小团伙的 背后老大 啊说他支持王亚军王歪嘴 啊还有王小山 还有那个社长刘洋 还有那个那个李小木啊 说这几个人他是黑后台 说这几个人都不是最近都攻击 那个王志安吗 而这几个人我看那个王亚军王歪嘴平常是住在泰国清迈的 然后这个李小木啊 社长刘洋啊 还有那个王小山是住在日本的 王小山是住在大阪的 李小木和刘洋 不知道住哪 李小木是东京 开湖南菜馆了湖南菜馆了 是吧 刘洋 刘洋不知道在哪 是京都大阪还是东京 我还真不知道啊 反正他们仨在日本 然后这个五月散人的也隔空 啊 因为这个 徐晓东一直攻击他呀 然后这个五月散人 说哎 难得再说一句啊 谁会跟一个能用大脑能用脑袋举杠铃的祸 拿到拿到的大脑啊 拿大脑举杠铃的祸废话呢 是吧 他大脑的肌肉这么发达就让他接着练吧 大脑肌肉大脑肌肉 大脑里哪有肌肉啊 大脑里不应该是脑僵的吗 不应该是脑回路吗 他的意思就是骂他没脑子 就是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他用的是一种反讽或者隐喻 这种形式都没点名啊 但是你要说的是吧 我给徐晓东起了一个外号吧 徐大拳头 是吧徐大拳头 是吧 过去有什么那个 崔三爷 坐山雕 许大马棒 是吧 宾随图家 反共救国军啊 是吧 这个宾 哈尔宾随随分合 图 图 图门江吧 加加姆斯 宾随同图家 是吧 啊 许大拳头 许大善人 啊 许大勇士 徐徐对不起 双人徐 牛街的 是吧 早林前街的 是吧 白广路的 南横东街南横西街的 白纸方东街白纸方西街的 是吧 樱桃园的 是吧 南菜园的 玉林东里的 又内又外的 口里口外刀子板带的 陶然亭的 黑窑场的 假家胡同的 是吧 假家胡同 米式胡同 铁门胡同 是吧 老墙根的 是吧 宣武门的 宣内宣外的 是吧 徐爷 不容易 是吧 上面有老家 下面还有俩孩子 还有媳妇 养一大家子 是吧 所以徐爷那有咸鸭蛋 是吧 咸鸡蛋 是吧 有这个茶叶 是吧 有这个鸡 有这个什么哈 各种的海产品 有茶叶 有大闸蟹 吼吼吼吼 是吧 鸽几个鸽几个 能帮衬一把 是吧 我替我们北京老乡 徐晓东 给您作医了 好吗 好